性子的黑魔岛少女真的超级懂事 竟自己打牌 直到这性子打出了闲者之石 与黑魔岛合体 终于赢得了绝对的胜利 奶鸭坐在监控室里也是有些无语 五堂游戏就算了 怎么连真奇性子这个初学者都打不赢 五大佬还真是一群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废物 要不要直接干掉他们算了 然而这群废物不就是他自己找来的吗 怎么当初就没给他们面试一下呢 奶鸭正脱腮吐槽想要行动的时候 一个西装男出现在屏幕上 拼命地给奶鸭道歉 请求奶鸭不要就这样放弃他们 被打败的两人是五巨头里最弱的 自己一定会给奶鸭大人不争馒头争口气 奶鸭于是稍稍来了点兴致 总算要西装男下去了 其实奶鸭对剩下的三巨头完全失去了信心 就让他们随便玩玩算了 他最主要的目标自然就是海马赖人 此时海马兄弟正在一个森林里 海马尝试联系飞艇 却一点回忆也没有 他不想在这里需好时间 当务之急是离开这可恨的虚拟空间才行 逃放在大房子里到处乱走 他一边喊着游戏 一边喊着静香的名字 却总是没有任何回应 他终于忍不了了 一脚踢上墙边 没想到竟把墙面踢碎了 里面还露出了一扇门 这肯定有鬼啊 城市内赶紧打开门冲出去 竟发现飞艇就在眼前 看来自己回到现实世界了呀 城市内回到飞艇上 以为能看到游戏他们 但还是一个人也没有 他不自觉地来到了恐雀舞的房间 看着仍然沉睡的恐雀舞 不由得一阵心酸 是自己没有从爱玛丽克手里 保护好恐雀舞 才让他变成这样的 城市内正想着的时候 没想到 恐雀舞突然起床了 嘴巴里发出男性的声音 表示这里还是虚拟事件 原来这人正是之前出现的西装男 这个人还很搞笑 一开始就犯了职业病 身体前倾 双手给城市内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说自己是海马集团的顾问律师 是为了海马集团利益 可以直属为压的人 城市内打掉了西装男的名片 他才不懂西装男说的什么呢 做律师的颠倒黑白很了不起吗 城市内不想听 这个戴眼镜的西装男废话 还直接提出要和西装男决斗 只要打倒西装男 就可以从这虚拟世界出去了 西装男也没想到 城市内这么刚 他提了提眼镜 就答应了城市内的要求 于是周围环境一变 他们就出现在一个大法庭里 西装男摇身一变 变成了决斗怪兽大法官 城市内则成了被告 看着面前这变来变去的家伙 城市内突然怒火中烧 你要变谁不好 刚刚为什么要变成小五呢 绝不原谅你 城市内随即开始选盘 西装男很清楚 城市内绝对会创建一个赌博卡组的 在选好卡组后 城市内思索再三 最终决定让一直以来最新来的 炎之剑士当卡组统领 炎之剑士的卡组统领能力 是能将自己的攻击力 以100点为单位 加到战士族怪兽身上 看起来好像也蛮有用的 双方决斗终于开始 西装男打出歇斯底里的天使攻击表示 竟然是一个相当傲娇的女律师形象 看得城市内总觉得心里冒火 轮到城市内的回合 她抽到了铁骑士基亚弗里德 攻击力和对方的一样 也是1800 城市内正考虑应该怎么做 忽然就想起了炎之剑士的统领能力 因此立即派上场 并发动炎之剑士的统领能力 给基亚弗里德增加了500点攻 基亚弗里德随即上前 一下将歇斯底里的天使卡组了 对此西装男也没想到 这傻傻的城市内 适应新规则还蛮快的 轮到她的回合 她就盖了卡里侧手背表示 城市内见词更加有信心了 她才不怕西装男盖的卡呢 就这样勇往直前吧 城市内打出小翼守卫 并给她提升到1700的攻击力 然后直接让其攻击西装男的盖卡 果然 一下将面前的里侧手背怪兽击碎 西装男只好发动 手背怪兽的死去效果 抽了张卡 而城市内则趁热打铁 立即让基亚弗里侨 直接对西装男本体发动攻击 一下砍掉了她2300点血 城市内自信满满 怎样 现在知道本大爷的实力了吧 你这种程度 还是去换张脸 看看能不能赢吧 然而城市内这样的表现 让西装男内心很是兴奋 先让对手得意忘形 可是赌博的要点 接下来 她就让城市内跌入深渊之中 轮到西装男回合 她抽卡后召唤圣精灵手背表示 又盖上了一张卡结束 看起来还是要再调调城市内 城市内得意的吹起口哨 明显觉得自己已经赢定了 她是一点也没意识到 自己正慢慢落入对手的圈套之中 游戏和杏子这边 两人在冰原上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游戏终于想起脱下自己的外套 给杏子穿上 现在两人都有些担心 其他人的状况 肯定会有人找到城市内 他们决斗的 城市内和海马还好 但本田和静香 可是完完全全的初学者呀 说到这里 杏子更加有些担心 她觉得本田一点天赋也没有 一旦被盯上 肯定会遭中的 森林中被念叨的本田打了个喷嚏 郁佳有些不爽 你不要把感冒病毒传给静香啊 本田瞬间气急 这不是感冒 肯定是有人在背后说我闲话了 游戏这是冷得跳来跳去 她觉得静香也很危险 结果让静香也一声喷嚏传出 郁佳急得立即把本田推开 两人随即就在静香面前展开大战 把静香都看懵了 海马兄弟还在森林里前行着 两人一直没找到尽头 这让海社长 对愚弄他们兄弟两人的奶亚更加愤恨 决定如果逃出了这虚拟世界 一定要把奶亚拖出来打一顿 对付熊孩子 不打是不行的 一直监视着两人的奶亚 蔚然一笑 既然你们那么想走出森林 就让你们如愿吧 于是下一秒 一扇传送门出现在海马兄弟前方 海马果断打开门 发现面前竟然是海马公司的社长室 海马钢三郎赫然出现在眼前 而海马Boy也随即出现 他在问钢三郎自己开发的虚拟系统的情况 可钢三郎一点也不感兴趣 让小海马赶紧出去 小海马非常不甘 他大声表示这虚拟系统 是自己为了让大家愉快地玩游戏才研发出来的 不是用来打仗的 那不是战争道具 钢三郎终于听不下去了 直接将一堆报表摔在小海马脸上 什么海马乐园 竟还说这些蠢话 你给我听好 无聊游戏之类的东西 不可以当作男人的终身大业 想成为海马集团的继承人 非得是军林天下的王者 海马集团的目的 就是要用军事产业来支配世界 你的虚拟系统 正好可以用来绘制世界的势力版图 小海马听到这些没有退缩 大喊着爸爸这是不对的 他还想距离力争 却最终被人架走了 海马看着曾经经历过的一幕感慨万千 这一天 就是他最后叫海马钢三郎维爸爸的日子 从此 他就再也不当钢三郎维养父了 此时周围的影像再次变回了那片森林 海马告诉自己的弟弟 自己就是在那一天 决心让海马集团变成自己的东西 那个男人野心太大 自己绝不能让他拿着海马集团 以及自己的虚拟系统草菅人命 再次回想起曾经的过往 又是这样被乃亚愚弄自己的记忆 海马真的是满腔怒火 他大声告诉乃亚 我虽然不知道你在计划什么 想怎样夺去海马公司 但一定不会让你得逞 一定不会放过你 前世纪后面的乃亚突然哈哈大笑 他的目标才不止海马集团呢 再次回到城市内这边 他在召唤中火箭战时候 一下子有些得意忘形 觉得现在自己一定能用场上的三只怪兽 夺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城市内即刻让基亚弗里德攻击圣精灵 这时 西装男终于发动卡组统领的能力 城市内一下就惊了 自己都忘记眼前的家伙也有卡组统领了呢 西装男的卡组统领能力是无期徒刑 即牺牲自己一千点生命值 将对方场上所有怪兽除外 城市内都要呆住了 这是骗人的吧 哪有这种事啊 而更让城市内惊讶的是 这还没结束 无期徒刑每出去一只怪兽 就可以让对方损失五百点血 城市内血量因此一下子变成了两千五百 他心里一击 但一想到对方只剩下了两百 顿时又心中大定 看着手里的卡牌 他突然盯上了陷阱卡 耐落的落血 可以破坏对方特殊召唤出的 一千五百公里神的怪兽 城市内想着 对方可能把圣精灵当祭品 召唤上级怪兽 于是立即就把耐落的落血盖在场上 觉得自己这样就稳了 而就在这时 游戏和镜子在病院里看到一扇大门 没想到闯进去之后 竟然就是城市内对战的法庭了 城市内一时间还有些兴奋 觉得同伴们很快就要看到自己的胜利 轮到西装男的回合 他召唤出黑魔族的布曼 并打开盖卡融合 将其与圣精灵融合成 一千三百点弓的混沌魔术师 让城市内的计划一下落了空 西装男打出永续魔法卡 魔界的司法交易 让等级四一下的融合怪兽 可以立即发动进攻 于是城市内又这样被大门刀劈中 一下少了一千三百点血 可更让人棘手的是 游戏想了起来 魔界的司法交易 只要一旦让对手受到伤害 就可以为己方恢复八百点血量 西装男奸笑地看着自己的血量变回一千 就盖了张卡结束 城市内真的惊呆了 明明刚刚自己已经将他逼到生死一线了呀 再次轮到城市内回合 因为忌惮对方的盖卡 他最终只是打出攻击力两千的爆战时 并盖了张卡结束回合 西装男吃笑一声 直接抽卡 打出永续魔法卡 哈迪斯的诱导训问 可以让四星一下的融合怪兽战斗时 提高八百点攻击力 西装男随即就让混沌魔术师攻向爆战时 城市内自以为得计 立即掀开了盖卡 恶魔的头子 没想到还投出了六 刚想大笑的时候 西装男却偷摸地将头子改成了一点 这下 混沌魔术师的攻击力还是两千一百 看着城市内郁闷的样子 西装男似乎有些得意 看吧 我早说过 我连黑白都能颠倒 城镇那个盗弹是被消灭 生命之少了一百 而西装男恢复到了一千八百 眼下局势已然逆转了 让观战的游戏和性子 都有点着急了 再次轮到城镇那回合 他真的有点心骄 哈迪斯的诱导训问 确实是有点强 眼下他的手牌只有五百点攻的地心剑士 根本不是两千一百点攻的 混沌魔术师的对手 不过这一抽 城镇内抽到了天使的头子 城镇内没有犹豫 直接将两张牌打出 结果六点 又被西装男变成了异点 这下城镇内都要抑郁了 西装男落井下石 又发动无期徒刑 将地心剑士图外 城镇内于是只剩下六百点血了 他最终只好扣了剩下的两张卡 结束回合 这回合 西装男抽到强域之湖 立即得意的 严余没牌的城镇内肯定很想要 但他刚将其打出 城镇内就发动了陷阱卡 赌博 当对手有六张手牌 自己手牌两张以下 就可以发动 接下来 只要城镇内猜中硬币的正反面 就可以为自己补充五张手牌了 可只要猜错 城镇内就必须跳到下一回合 这还真是要玩把大的了 看着城镇内的样子 西装男内心狂喜 赌博赌到最后 就是自取灭亡 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然而他是不知道 我们城镇内号称赌神的呀 城镇内在众目睽睽之下 扔出了硬币 结果果然猜错了 没有办法 他只好掀开替罪羊 帮自己挡伤害 另一边 海马兄弟通过任意门 来到了一片沙滩 孩子这里找到了一个 直播城镇内决斗的电视机 西装男继续回合 一番操作下来 他最终又造出了一个 1200点弓的融合怪兽 多拉格涅斯 城镇内真的烦透了 难道自己盖着的 奈罗的落血就是配角 西装男随后让两只 融合怪兽发动攻击 成功消灭了两只剃嘴羊 城镇内原本还想抽卡 但他赌输了 哪还有机会呀 约是下一回合 剃嘴羊就这样被全部消灭 好在编剧没让西装男 继续上怪兽 盖陷阱 砸火球 要不然城镇内就真没希望了 城镇内发现着内心的愤痕 觉得自己运气太差了 好像被幸运女神抛弃了 她已经失去了 继续下去的信心 游戏和性子 看到这一幕都很担心 她现在和王阳都觉得 城镇内连续输三次 也太奇怪了 而正想着 是不是被人动了手脚时 没想到 乃亚突然出现了 当众宣布 这场比赛无效 这让西装男棋了 自己差一点 就可以干掉城镇内了呀 可乃亚就是这样铁面无私 觉得这样作弊就是赢了 也不算是打败了 海马来人的同伴 完全超越了海马来人 游戏等人听到这话 很是吃惊 也让沙滩这边的海马 十分疑惑 自己并不认识这个小鬼 他到底是谁呀 有人在背后 唆使他对付自己吗 海马突然想到了钢三郎 瞬间心里一惊 赶紧把这个念头除去 不对不对 钢三郎已经死了 这时的法庭里 乃亚已经宣布城镇内获胜 可他正要处理西装男的时候 城镇内强烈要求决斗继续 既然不是幸运女神抛弃了自己 他就有绝对的信心 能够取得胜利 乃亚很是惊讶 既然这样 他也就不好管了 这次轮到城镇内的回合 他打出抽到的强域之壶 兴奋的又抽了两张卡 感慨自己抽卡 实力果然没有退步 随后 他终于让只剩下 一千点弓的炎之剑士登场 并给他装备上 刚抽到的装备魔法 燃烧灵魂 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只怪兽 将其攻击力 加到装备了燃烧灵魂的怪兽身上 西装男于是有点吃惊 那你又来献祭的怪兽在哪呢 西装男随即大笑起来 城镇内觉得别急啊 他再次打出魔法卡 苦涩的决绝 从卡组里抽两张卡 让给对手挑选 如果是怪兽卡 则直接召唤上场 如果不是 则将其送到墓地了 城镇内将所有运气都堵上了 城镇内直接将抽到的卡牌 告诉西装男 现在只要西装男选了魔法卡 就能获得决斗胜利 否则炎之剑是装备上 哥布林突击部队的攻击力 他就会输掉比赛 城镇内开始给西装男心理战 你是选左边还是右边呢 这是一场胜负各50%的选择 西装男也无法作弊了 他犹豫了半天 最终颤抖着选择了城镇内的左手 正好是左手换盾 右手持剑 但城镇内不慌不忙 连续问了两次西装男确定吗 结果这一下 让西装男自以为抓到了把柄 觉得魔法卡肯定是在左手不会错 可就在他要做出选择的时候 就看到了城镇内嘴角阴笑起来 西装男一下就慌了 赶紧换回了右手 这下城镇内再不给西装男机会 直接将哥布林突击部队打到场上 于是就这样 赢得了决斗的胜利 西装男也没想到 自己玩弄了别人一辈子 最终却被城镇内给坑了 只能说城镇内果然是有赌神天赋呀 我是黑白 下期见